女人被绑住双手和嘴 被烈酒浇在伤口上 男人用椅子架着她 还骑在上面 窗户上的喜子越发讽刺 任凭女人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 她是老杨的第三任妻子 之前的两人都因为生不出孩子 被老杨活活折磨没了 这个自私又暴力的男人 不愿面对自己无法生日的事实 便把决斗买回来延续香火 另外 老杨还受了个侄子 杨天青 他本是邻居家的孤儿 老杨看他可怜 就带回了养着 表面上二人是叔侄关系 但实际上 老杨把他当成牛马的压榨 在自家染坊里没日没夜的干活 快四十了都没能成家 在老杨看来 白养他三十年已经是够可怜他的了 更是不可能花钱给他去媳妇了 而决斗的出现 将是这两个男人命运的转折点 家里突然出现这么个漂亮女人 天青这个血泻方刚的四十岁小伙子 哪能受得了 平日刚活的时候 他的目光总会不自觉地看向决斗 刻到了晚上 决斗的惨叫就会从楼上传来 清零的声音回到在院子里 楼下的天青听了 只是呆呆地站着 直到天亮了才见解消停 二回 决斗也发现了杨天青的小洞 但他并没有告诉他 因为他觉得天青可能是他唯一的救赎 决斗又被老杨虐待了 杨天青没有选择袖手旁观 而是拿着一把斧头气冲冲的上去 可走到一半却还是不敢 重重地披在楼梯上泄粪 第二天起来的决斗也看到了这道痕 越发觉得天青可以拯救自己 于是他找准机会 决斗天青一定会脱窥自己洗澡 决斗就故意把他引来 将衣衫褪去 露出浑身的伤痕 抽泣生意的天青心里一阵疼 希望从此能让天青为自己做点什么 第二天正好老杨不在家 决斗趁机疯狂暗示杨天青 说完转身去楼上等他 可胆想的杨天青刚想上楼 还是害怕的逃了 到了晚上 为了防止决斗霸王硬上弓 更是从里面反锁了房门 但决斗可等不了了 第二天他也不拐弯抹脚了 他就把话撂在这了 很快渠斗就成功有了身孕 不知情的老杨也喜当爹 以为自己终于有香火了 老头被锁在一个木桶里 被茄子掉在房顶上 吃饭的时候才会放下了让人喂 可他并不值得可怜 这都是他错逆的现实报 老杨长期打骂买了了决斗 决斗也不甘暗于现状 联合橘子杨天青命谋10个月 给老杨吃了顶绿帽子 经过总理长辈的讨论 他们给这个孩子取名 杨天白 而青年天青则暗自发笑 于是只要老杨不在家 天青都会来房内看望 突然一阵声响将二人吓了个大跳 老杨的毛驴另声响了 可回来的竟只有毛驴没有人 天青沿着山路往回找 发现倒在一旁不省人设的老杨 天青本想干脆扔下山牙 一劳永逸 可念其养育之恩 还是将他救了回来 但从此 下半身也瘫痪不中用了 这下可正好合了两人的意义了 再也不用过偷偷摸摸的日子了 小酒喝起来 小日子过起来 看着还真像一对真夫妻了 完全不管老杨听不听得到 可两人如此肆无气惮 老杨拖着病体还想欺负举动 可举动一把挣脱了老杨 见他如此气急败坏 就觉得解气 老杨心里那叫一个愤怒啊 抓的机会就想解决了这个孩子 好在被天青发现 差一点就跟老杨掐死 但下一次 他就不会手软了 老杨怎可能善把甘休 竟然没办法弄死个小的 他一把大火点燃了染布 干脆大家一起同归于尽算了 但火烧的一半 还是被橘斗发现了 见老杨三番两次不死心 橘斗也不打算 让他死了一了百了 最能报复他的办法就是 让他看着他们一家三口 幸福的过日子 这才叫生不如死 于是在家的时候 天青就把老杨吊在木桶里 吃饭就让橘斗来喂 吃完饭又把他吊回去 然后跟随橘斗一起进了房间 气得老杨直骂娘 天青还会把老杨带到河边 轻轻的为他洗澡 路过的村民看了 只怪天青懂事有孝顺 比亲儿子都亲 时间一晃三年过去 局斗也过上了正常的日子 只是这么大个孩子 到现在都不会讲话 天青也只是当孩子开窍玩 没当回事 而当天独自回到家 来到染池便独自玩耍 老杨亲的这一幕 带新一期 就想对孩子下狠手 没想到天白一扭头 天白另一声声跌 把老杨的心都叫化了 这一举动 让老杨心胜一记 天白就是他报复举动 和天青的好方法 老杨愣是说不出一句话 当天白三岁生日夜的时候 老杨小说着乡亲们的祝贺 而亲爹沦落为敬酒的哥哥 最难过的是 莫过于亲生孩子 不认自己 报应最终还是落到了自己头上 救失刑房是怎么做安全措施的 红色的粉末对水清理 连用十次保证绝对安全 可只用了第一次 语言就疼得受不了了 辣椒面 辣椒面不行就换成醋 可举动哪能受得了这种折磨 只是如今越是迟迟不来 若是再怀伤孩子 十里八强的就知道天青和自己的关系了 而举动胡断的施咬 也把自己的身子给彻底弄坏了 而小小年纪的天白 由于经常看见母亲出入天青的房间 另一方面又管老杨叫爹 就要让他对这个家庭极心厌恶 再后来的一天 天白拉着老杨在染池边玩耍 可不知道是天白有意还是无意 没这位到身上还绑着绳子 一个起身 把老杨远任带头都带进了染池里 看着老杨挣扎的样子 天白没有失救还诡异的笑了 老杨挣扎的越痛苦 他就笑得越放肆 等局斗去抓药回来一看 老杨已经浮在水面上 没了动静 按照老祖宗的规矩 老杨就算没了 局斗也不能改嫁 而且天青也要从家里搬出去 一转眼十年过去 尽管不能同住在一个不言下 但天青还是会常来看望母子二人 给他们带来新的礼物 可天白依旧不认这个爹 但当村子里传起二人的流言时 天白又会抄起刀去追 结果人没看到 自己手指就受伤了 天青想给他心理伤口 却被一脚踢翻在地 局斗看的这一幕 真是又懊恼又无奈 但如今二人的年纪也一天天大了 需求也没有以往那么频繁 而且为了天白的成长 他们决定最后做一次夫妻 然后就回到彼此各自的生活中去 有人躺在地窖里筋疲力尽 而地窖里的空气越来越稀少 但他们谁也不想离开 只想这样静静地躺着 随后由于缺氧就这么晕了过去 天白回到家找不到人 后来才发现 冰先将局斗搬回了房间 可当他去救天青的时候 去直接把他扔进了染池里 眼前的情景像极了十年前的样子 天白见天青还想爬上来 直接一闷棍将地打了下去 当局斗从楼梯上爬下来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 故事的最后 局斗用一把大火 把整个染房 连同他自己 都烧成了灰烬 这部风神级别的影片 还获得了奥斯卡自由家外语片的提名 人性的压抑和解放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影片中家族长老们 满嘴地根据祖上规矩 说明吃人的封建礼教 才是害人的根本 那个时代是如此沉重和艰辛 因此这是一部值得细细评论的好片 欢迎大家去评论区留言 喜欢也记得去看看原片哦